我暗恋的女神,爱上了校爸,本能考上清华北大的成绩,为校爸一句玩笑,便填报与他相同的大学,我偷偷篡改了他报考志愿,他因此考上名牌大学,却和爱人分道扬镳,多年后,他成为我顶头上司,他社局污蔑我强奸未遂,害得我入狱自杀,临死前,他留给我一句话,你不该为一己私欲。 就毁了我的好姻缘,在睁眼,我重生在填报志愿当天,这次,我不会再拦着他了,心语,我会为你努力改变,直到我配得上你的那天,光明正大地跟你求婚,在那之前。 你愿意陪着我吗?放学后的教室内空无一人,笑把任俊哲抚摸着罗新宇的脸颊,而罗新宇坐在他腿上,温顺得如被驯化的猫,我推开扮演着的门板,摔门的声响,让罗新宇下意识想要起身, 却硬生生被任俊哲勾回怀中,示威般稳住嘴唇,任俊哲平地里玩得花,稳得激烈而缠绵,罗新宇羞红了脸,紧闭着双眼微微颤抖, 却始终没有挣脱任俊哲的怀抱,你信不信,你捧在掌心三年的宠物,我只需要三天,就能让他新任一位良主,三天前,任俊哲讥讽的话语游在耳侧。 配上眼前二人缠绵交叠的身影,显得额外讽刺,这画面落入跟在我身后的尹燕眼中,引得他忍不住抱了句粗口,见我半天没回神。 他便拿手肘捅我的胳膊,精心呵护这么久的白菜被猪拱了,你不心疼,浑身剧烈地颤抖了一下,记忆中被划破的手腕似乎仍在隐隐作痛,我猛地捂住脉搏,直到指尖传来心脏的阵阵跳动,我唐突便急促地呼吸,吓得饮咽一跳。 他慌忙拽住我胳膊,嘴里一个劲地劝道,哥你别冲动啊,为这两货色杯处分,不值得。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大不了我们多骂两句过嘴瘾,犯不着动手啊。 尹燕的话语将我的思绪拖回现实,我正正地看着熟悉的教室,方才意识到自己重生回更改罗欣宇志愿之前,尹燕如林大敌地拦在我身前。 他紧张的模样,引得任俊哲笑出声,他挑着罗欣宇下巴,语气轻挑地追问道,宝贝,你还没回答我呢,别惹我生气哦。 他胳膊还在罗欣宇腰上,而罗欣宇低垂着头,脸颊间染着红韵,抿着嘴点了点头。 任俊哲,我警告你别太过分了,我拦着不让贺哥动手是怕他被处分。 你再敢蹬鼻子上脸,信不信我给你满口牙都拔下来? 尹燕将止骨捏得直响,我反手拽住他书包,头也不回地将他往外拖。 贝贺哥你想明白了,我就说罗欣宇这白眼狼不值得你伤心。 再说女人如衣服,大不了再换一个就是了。 尹燕这张嘴一跑骑火车就不过脑,我不得不停顿脚步, 瞪着他没好气的,行了,说过多少次别跟你跌削车咕噜话。 尹燕果断闭嘴,显然他也意识到刚刚的话不太好听, 而我叹了口气,悠悠补充道,况且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罗欣宇只是我家房客,或许以前我有意照顾他, 但从今儿后,我们见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尹燕惊讶的张大嘴巴,沉默半赏才不可思议道, 哥你看破红尘了,我头疼地按着太阳穴。 就不该指望他的狗嘴能吐出象牙, 我曾一往情深地暗恋过罗欣宇,说是暗恋, 可我对他的偏爱却仍尽皆知, 我们间隔着最后一层遮掩关系的沙, 我却从未想过主动戳破, 唯恐这份爱意会让他为难, 害得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 可他那么聪明的人, 怎么可能对这份感情毫无察觉, 我忍不住寒战, 记忆中他冷漠的眼眸中饱含恨意, 裹挟着炙热呼吸扑打至耳畔的, 是咬牙切齿的话语, 贺凯峰,若是你没有为了一己私欲拆散我和俊哲, 他就不会那么痛苦地死去, 我本可以救他的, 明明我们就差一步就能携手更好的未来, 是你亲手毁了这一切, 你知不知道你自以为是的好意, 在我看来比羞辱更让人恶心, 他扯着半开的外套, 白细的皮肤上印着他亲手掐出的指纹, 而他端起我方才喝过的水杯, 在杯口印下一枚口红痕迹, 慢条四里地做完这一切后, 他佯装出惊慌失措的推开门大喊, 快来人,快来人啊, 贺凯峰要强奸我, 救命依依, 浑身上下燥热难耐, 想来是喝的水中, 被下了违禁药物, 我吐出口腔中的血, 回忆, 其刚才拼命靠着痛楚强撑的自己, 忍不住自嘲的苦笑, 他分明最清楚, 哪怕误服药物, 我都不可能对他动手, 正因如此, 他才敢使用如此冒险的手段诬陷我, 说不难过未免太假, 我不舍得伤害他的手段, 我对他藏在心底的那份爱意, 最终成为了他狠心陷害我的途径, 他是公司董事, 在没有监控的房间中, 图谋不轨的新人, 下要强奸未遂, 最终事件被如此定性, 在冰冷刺骨的牢房内, 我用偷藏起的瓷片割脉自杀, 在意识模糊前, 我想, 如果有机会重来, 罗欣宇, 我不会再试图救你了, 台风, 我想给人俊哲一个机会, 他人不坏, 是因为家庭, 才堕落, 不肯上进, 只要有人愿意拉他一把, 他肯定能考上重点院校, 踩出考场, 罗欣宇便脚步轻快地跟上我, 言语心血而雀跃, 我则暗自在心底孤分, 根据记忆中的院校分数线, 考虑志愿填报, 前世, 因任俊哲的当面挑衅, 我不顾引咽阻拦, 同其大打出手, 害得右手扭伤, 心态失衡, 严重影响高考发挥, 今年考卷可谓是我过去的心结, 大学兼职辅导期间, 我复盘过无数次, 题目滚瓜烂熟, 按如今的水平发挥, 应该吻上我梦寐以求的F大, 凯峰, 你在听我说话吗? 罗欣宇唐突挡在我眼前, 愤愤不平地插着腰, 我回神, 听到他无比郑重地放缓语调, 一字一顿道, 我说, 我想跟任俊哲报考相同的学校, 你要不要来陪我? 以后我们还能互相照应, 看着他清澈的眼眸, 我突然发自内心地觉得可笑, 为我前世喂了狗的一厢情愿, 你愿意陪他是你的事, 我没兴趣陪你们自毁前途, 冷冷地撂下这句话后, 不顾罗欣宇错愕的表情, 我头也不回地加快脚步, 租房距离学校不远, 二楼房间被罗欣宇出租借宿, 说是出租, 我却没开口向他讨要过一次房费, 他家境贫困, 生活费连饭都吃不饱, 自然负担不起房费, 国际学院一年几十万的学费, 除去罗欣宇是因分数高, 被校长免学费录取, 其他人都是不缺钱, 且个性放荡的富二代, 他如同绽放在泥泞中的花, 让我情不自禁, 萌生测饮之心, 我护着他不受欺负地度过三年高中, 不想他却情愿为人俊哲自责语义, 打开电脑, 我开始按照记忆搜索同类型考题, 迅速让自己重回高考前期的状态, 罗欣宇比我想象中要迟了许多到家, 一回家便把门帅得发出巨响, 我斜着眼瞥他, 他却压根没理会书桌旁的我, 静止抓着书包冲入房间, 来不及换的球鞋在地板上留下寸脚印, 我皱眉, 下意识想出声训斥, 就见罗欣宇如临大敌地喊道, 贺凯峰, 你动过我账号没, 我警告你手别伸那么长, 你我只是房客关系, 别越见, 他言语间带着露骨的敌意, 我为说出口的话被堵在喉咙眼, 抬头看着罗欣宇曾物的眼睛, 随后释怀地笑道, 行啊, 既然我们只是房客关系, 你不如就把租房费用结清, 按拼房每年一万费用, 总计三十万, 你转账到我银行卡就行, 罗欣宇微微一愣, 脸色肉眼可见的变差, 他抱着胳膊上下打亮我两眼, 冷哼道, 你果然也重生了, 眼看着肉吃不到嘴里, 就想着算账了, 真是斤斤计较的势力眼, 我懒得理会他如何编排我, 直接了当, 多说无意, 你下定决心要跟任俊哲走, 就麻烦尽快收拾东西, 现场写好房租欠条, 之后你的事情, 我统统不会插手。 罗欣宇拧着眉, 表情复杂地叹口气, 放缓语气, 凯峰, 在你毫无底线地更改我志愿前, 我一直将你当亲哥哥看待, 如今一切从头开始, 你何必执意闹得分道扬镳, 他言下之意, 倒像是埋怨我亲手决裂彼此的感情, 只字不提他功成名就后用多么恶心的手段报复我, 我按捺下发怒的欲望, 白手道, 欠条留下, 你赶紧滚,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罗欣宇耸耸耸间, 从包中取出纸笔, 用秀丽的字体写下完整的欠账数额, 颇具挑衅意味地将纸张派在我桌面上, 给你, 不过三十万, 人俊哲几个月的零花钱罢了, 你不会真以为能靠这笔钱要挟我留下吧, 我不吭声, 而他将我的无言当作默许, 洋洋得意地抬起下巴, 勾起嘴唇道, 贺凯峰, 我不稀罕你的施舍, 目的不纯的爱感动不了我, 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他扭头, 利落的马尾在空中划过条弧线, 义无反顾地离开, 我滑动着手机屏幕, 久久无言, 还没入门, 便开始做起豪门贵妇的梦, 未免也太早了点, 高考成绩出来当天, 我紧张到凌晨都没能入眠, 索性坐起来, 等着初分, 百无聊赖时, 意外发现, 罗信宇更新了不少朋友圈, 罗信宇个性内敛, 朋友圈从来都是一片空白, 如今却满屏都是甜蜜的合影照片, 他陪在任俊哲身边, 出席他的各类社交圈, 罗信宇对任俊哲的依恋, 来自于年少错过爱意的弥补, 而任俊哲眼中这些照片, 不过是炫耀新到手的玩具, 任俊哲的朋友圈内, 最新一条特意意特了我, 配图是罗信宇的睡眼, 而他的脖梗上, 清晰烙印着惹眼的红痕, 心心念念三年的女人, 被拉下神坛, 处女尝起来就是美味, 可惜某些人没这个福分, 手指略微停顿, 我和某将任俊哲拉入了黑名单, 从高义他肆意开油, 被我制止时, 我们间就产生了不可调解的矛盾, 我看不起他放荡败坏的品德, 他也看不惯我的假清高, 而罗信宇是他和我针锋相对三年, 唯一的一次大获全胜, 分数比我预料的还要高出八十分, 我松了口气, 许久未联系的父母, 也特意拨通电话道贺, 有人欢喜有人愁, 相较于我的欣喜, 罗信宇就没那么好受了, 返校填报志愿结束后, 尹燕第一时间冲到我身侧, 激动地抓着我胳膊挥舞, 贺哥, 你是全班第一啊, 全班第一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你居然超过了考生罗信宇, 他神态简直比我重彩票还夸张, 罗信宇则闷闷不乐地趴在桌面, 显然被我超越这事, 对他而言极为耻辱, 任俊哲坐在他身侧, 颇为无所谓地叼着烟卷吞云土屋, 他家大业大, 父母指缝中露出的资源, 都够他后半辈子潇洒, 我将直往身上扑得饮烟摁回座位, 本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却不料教室门口, 唐突冲进一个女人, 扯着罗信宇领子, 就是一耳光, 老师跟女人前后脚进入教室, 被他这清脆的巴掌声吓得愣在原地, 女人几乎是发疯般扯着罗信宇头发, 歇斯底里地骂着, 你居然填报了三本院校, 你疯了吗? 你的成绩连清华北大都能上, 你居然宁愿去一所三本私立学校? 你脑子进水不清醒吗? 女人这巴掌抽得罗信宇脸颊肿起, 罗信宇敏紧嘴唇, 泪水不断滚落, 却始终一声不吭, 任俊哲张大嘴, 迅速从座位上跳起, 丝毫没有帮罗信宇拉架的态度, 相反满脸都是看戏的戏讯, 老师紧张地在旁侧试图劝说女人冷静, 但完全没有任何效果, 女人抓着罗信宇肩膀, 扯着她, 直接跪在老师面前, 嘴里一个劲地哀求道, 老师, 孩子不懂事, 你帮着想想办法, 她可是清华北大的好苗子, 你不能看着她沦落到三本去读书, 造孽啊。 我怎么摊上你这么个寻仇的祖宗, 罗信宇膝盖刻在地上传出声闷响, 疼得她忍不住痛呼出声, 她妈妈又哭又闹的模样, 引得旁人褪比三社, 老师也满脸无奈, 这, 填报志愿前, 我也再三强调过, 但罗信宇坚持选择三本私立学校, 我也没办法, 听着老师的话语, 女人彻底绝望了, 她恼怒地拍了罗信宇后脑勺一巴掌, 咬牙切, 耻地骂着赔钱货, 败家子之类难听的话, 而她的视线此刻也移到我的脸上, 仿佛终于找到发泄口般, 她的怒火冲我倾泻而出, 对了, 肯定是你, 是你哄得我女儿五迷三道, 未陪你选了三本学校对不对, 下三烂的垃圾, 你陪我女儿的前途, 真是无望之灾, 我暗自叹息, 贪手道, 阿姨, 您误会了, 我跟你女儿没关系, 况且, 我的成绩也无需你女儿来迁就我, 女人此刻好像发疯的野犬, 见我不买账, 便又将怒气发泄在其他跑得不够快的同学身上, 直到罗欣宇忍无可忍地大喊道, 你闹够了没, 还嫌不够丢人现眼的吗, 我就是甘愿去三本院线, 我宁愿为我喜欢的人赌上前途, 我不后悔, 抓着周围人祥林扫班质问的女人愣在原地, 他错愕地看着罗欣宇, 最终弯着腰颤颤巍巍地走出教室, 临走前, 他只跟罗欣宇说了一句话, 等你后悔的时候, 我不会再管你了, 罗欣宇没搭枪, 他只是抹着脸颊的泪水, 肩膀不断耸动着, 而任俊哲此刻才姗姗来迟地从后门现身, 将罗欣宇揽入怀中, 温柔地摸着他的脸, 傻瓜, 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有我呢, 我会疼爱你一辈子的, 类似的话语, 少说他也对不下十个女人说过了, 而相信他的女孩, 爱得越深, 下场越惨, 罗欣宇扑路任俊哲, 崩溃地大哭起来, 嘴里反反复复地念着, 你不许骗我, 蠢货, 我忍不住在心底付菲, 他嘴里就没一句真话, 又哪里谈得上爱你, 撑着脸看着罗欣宇妈妈远去的背影, 我突然想起前世, 他也来过学校, 那时他满脸红光, 逢人便夸自家女儿, 是天赐的文曲星下凡, 我游记他握着我的手, 满脸感激地塞着他额外真实的土地产, 谢谢你这些年照顾我们家心语, 能遇上你真是我们家心语的福气, 女人昔日骄傲自豪的模样, 和如今她落魄疯癫的模样落差极大, 一时间让我忍不住冲着罗欣宇问道, 罗欣宇, 你好好看清你妈妈的脸, 你足够聪明, 想复读还来得及, 你真的不后悔吗? 罗欣宇从任俊哲怀里抬起头, 眼里还泛着泪光, 他看着我露出讥讽的笑容, 没用的, 贺凯峰, 这辈子你别想再毁灭我的爱情。 我已经错过一次了, 我好不容易能重新救赎他, 我绝不后悔, 真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引咽一点不留情面的呛荡, 他对罗欣宇也算积怨已久, 如今彻底撕破脸, 他总算能过嘴瘾, 真是金玉其外败去其中, 看着聪明, 脑袋里装着全是废料, 任俊哲凶狠地瞪了尹燕一眼, 尹燕缩了缩脑袋, 我将买来的炸鸡块塞到尹燕嘴里, 笑着宠罗欣宇道别, 不后悔就好, 罗欣宇, 祝你们百年好和, 请比金尖, 将蠢儿子尹燕拖拽出教室, 我才发现, 他居然趁我不留神, 将鸡块一扫而空, 气得我飞起一脚踹在他屁股上, 逼着他哀嚎着喊了声义父, 承蒙这声义父, 他志愿问题我可没少费心, 就指望这狗儿子日后在艺术界混得有头有脸了, 别忘了如今的头尾之恩, 当然, 与其指望他这废物能有出息, 还不如按前事记忆, 规划好未来, 看到时候能不能腾出尖屋子养这只狗儿子, 礼貌回绝父母安排, 我入公司实习的建议后, 我按照自己的步伐入职龙头企业实习, 有学历作为敲门砖, 前事举步维艰的求职, 突然变得顺利起来, 父母同我的沟通也比前事密切的多, 显然是有意将我当继承人培养, 前事父母对我可谓是放弃的彻底, 毕竟任俊哲跟我爆发激烈争吵后车祸丧命, 几乎所有人都认定车祸意外跟我脱离不了关系, 可任俊哲分明是因为喝醉酒情绪失控, 直一开斗气车兜风才发生事故, 我却被定性为直接诱因, 何其无辜, 父母是伤人, 趋利避害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我得罪了业界龙头的任家, 自食恶果, 被任家业界封杀, 在他们看来是咎由自取, 所以说, 人别总有着泛滥的同情心, 活得自私自利一点, 相反会比较轻松, 然而我仍忍不住遗憾, 遗憾那株本能在泥沼中绽放的花, 最终夭折为泥中的养料, 我见过罗欣宇一起风发的样子, 他精明能干, 办公室便是他的战场, 他如同率领千军万马的将领, 立于万人之上, 如今, 他的价值只是男人的挂饰, 是经新呵护的宠物, 靠着张欣先赶上尾退去的皮囊, 来满足男人的虚荣心, 令人唏嘘, 再次跟罗欣宇见面, 是在多年后的同学会, 第一眼时, 我险些没认出来他, 他变化太大了, 青色的脸庞满是整容的痕迹, 大波浪卷的绿色头发, 以及嘴唇, 鼻梁, 耳垂各处的金属钉, 裸露在外的皮肤密布纹身, 记忆中他分明最怕疼, 连木屑刺入肉中都疼得掉泪, 可如今他仿佛早已麻木一切, 坦然地穿着低胸长裙, 放任男人用下流视线打量他胸口, 我回忆许久, 才从寄身处勾勒出罗欣宇, 曾经身为我上司的外貌, 披着奇妖的长发, 化着淡妆, 戴着银色眼镜, 说话质地有声, 他眼神永远坚毅自信, 带着鼓无畏任何人的朝气, 活得潇洒而出彩, 凯峰, 听说最近你自己创业当老板了, 年轻有为啊, 来, 我敬你一杯, 任俊哲脚边满是空酒瓶, 喝得满脸通红, 大着舌头跟我攀谈, 我礼貌性笑着举杯, 潜敏一口便将酒杯搁置回桌上, 任俊哲仰头, 一口气将杯中酒喝得见底, 随后用力摔在桌上, 叫嚷道愣着干嘛, 倒酒啊, 凯峰哥, 吃顿饭你酒杯就没见底过, 怎么跟男人喝不尽兴, 却每人陪着一醉方休, 任俊哲眯着眼, 醉熏熏地说着 颠三倒四的话语, 罗欣宇的眼眸紧盯着任俊哲的神态, 殷切地替他道酒调笑, 他暗淡的眸中不再有光, 取而代之的是任俊哲漆黑的倒影, 我正欲推辞, 任俊哲已然将罗欣宇摟入怀中, 咧开嘴露出满口黄牙, 嘘, 先别急着拒绝, 我记得, 罗欣宇是你高中的梦中人吧, 这瓶酒你灌下去, 我就让欣宇陪你一晚, 这买卖划算步, 罗欣宇的身体微微已僵, 他的视线同我交汇的瞬间便回避开, 他攀上任俊哲的肩膀, 露出纤细的腰线, 俊哲, 你好久没陪我睡过了, 我最近一直很乖, 别将我送给别人嘛, 他在央求, 任俊哲却因此皱紧眉头, 他不耐烦地将罗欣宇推开, 冷声道, 我和贺总说话, 有你插嘴的份吗? 罗欣宇猝不及防地摔在桌上, 连带着慈悲, 一并掀翻在地, 然而, 他压根顾不上磕出瘀青的手肘, 立刻俯身徒手, 去捡地上的碎片, 嘴里连声道歉, 对不起俊哲, 我不是故意惹你生气的, 你别发脾气好不好? 他带着哭腔, 声音发抖, 跟他放荡不羁的外貌不同, 他骨子里被驯化得如拴着链子的狗, 昔日高高在上的神明, 如今被拉入泥潭, 我毫无大愁得报的快感, 相反, 我由衷地感到悲哀, 我曾见过他明媚灿烂的未来, 见过他充满期许, 被所有人注目的过去, 唯独没见过, 他匍匐在地, 小心翼翼地抬头, 窥视他人眼光而活的样子, 罗欣宇的手指被刺片割开条血口, 他本能地一抖, 血珠滴落在地板上, 任俊哲为出声喊停, 他就闷头继续剪尸碎片, 我终究看不下去, 出声劝道, 任俊哲, 别羞辱人了, 看得怪反胃的, 我不快地语气, 引得任俊哲笑出声, 他挑眉, 眼底满是戏血, 心疼了, 高中的大晴圣想英雄救美, 大晴圣想英雄救美, 可得掂量下自己, 有没有那个实力啊, 他的话语跟前世重叠, 引得我忍不住按压住胃部, 连带着记忆中灼烧般的反胃感, 一并压制, 前世, 跟任俊哲大打出手的酒局上, 任俊哲也曾像如今这般, 靠着对罗欣宇百般羞辱, 来逼我灌下一杯杯高度数酒精, 那时, 罗欣宇并未跟随着任俊哲考入三本院校, 他仍是不食烟火的才女, 穿着过膝长裙, 腹部有着明显的骨起, 他端坐在任俊哲身侧, 乖巧温柔的气质与他人格格不入, 而在任俊哲提议的酒桌游戏中, 他身为新手, 输得一塌糊涂, 被众人启哄逼迫着灌酒, 他们都对罗欣宇鼓起的腹部视而不见, 而任俊哲也放纵不怀好意的人们启哄, 倒不如说, 正是他的态度, 才助长了众人的嚣张气焰, 那时, 在众目睽睽下, 罗欣宇含着眼泪拉住我的衣角, 他压低声音, 用最卑微的语气求我, 凯峰, 求你, 我怀着运不能喝酒, 我得罪不起任俊哲, 求你救救我, 救救我的孩子, 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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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畔依然是连绵不绝的起哄声, 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我和罗欣宇身上, 他们的笑声好似催命的锣鼓不断逼近, 我眼睁睁地看着罗欣宇, 抖得越来越厉害, 最终, 我一咬牙, 竟只抢过罗欣宇握在手中的酒杯, 一饮而尽, 这杯酒我替他干了, 这便是噩梦的开端, 任俊哲率先鼓起掌, 颇为钦佩的叫好, 好, 狗爷们, 不愧是替罗欣宇保驾护航的英雄, 这气概就是不一样, 他刻意将保驾护航四个字咬中, 显然是在记恨我更改罗欣宇志愿的事, 罗欣宇的头愈发低垂, 在任俊哲带头下, 全场都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 酒局游戏未被喊停, 而罗欣宇也并未主动退出, 接下来的游戏, 罗欣宇持续不断地成为书架, 而摆放在我面前的空酒杯也逐渐增多, 胃部的疼痛变得越来越剧烈, 我捏着又一次被罗欣宇放置在我面前的酒杯, 咬紧牙关道。 下一句别晚了, 他们明显在射讨, 你看不出来吗? 罗欣宇只是一声不吭地摇头, 唐突滚落下成串的眼泪, 当时, 我还自以为他的眼泪是为我而落的, 我有胃病, 私下滴酒不沾, 他跟我同居快三年, 自然清楚饮酒过度会对我的胃造成多大的负担, 我看不得罗欣宇的眼泪, 终究是叹口气, 再度咽下杯中酒, 后背被冷汗尽头, 视线都变得有些模糊, 我咬紧嘴唇, 却见罗欣宇依然没从排桌下场, 这一刻, 就算我再怎么不愿承认, 也骗不过自己了, 欣宇, 你是故意的。 对不对, 当艰难地说出这句话时, 全场突然想起阵阵掀翻天花板的笑声, 任俊哲笑得眼角泛着泪花, 扶掌道, 沐浴脑袋终于开窍了, 我事先不是说过吗, 让你量力而行, 酒量不行, 还非得强撑, 活盖你受罪, 抓着桌面边缘, 我勉强在模糊的视线, 分辨出罗欣宇的影子, 挪动嘴唇问道, 为什么? 这声询问没能说出声, 任俊哲的嘲讽便落入耳底, 欣宇, 你舔狗也算是为你豁出一条命了, 不如你赏脸陪他睡上一晚, 就当原他舔你三年的梦。 毕竟他嘴上说没非分之想, 说不准私下藏了你多少照片, 睡前都靠一饮你做梦呢, 那一刻, 耳边的笑声化为尖锐的耳鸣, 带意是回笼, 我已然一拳抡到了任俊哲脸上, 酒桌的餐盘, 悲剧碎了满队, 我抓着任俊哲衣领, 死命将他摁倒在地, 捏紧拳头揍, 在他脸上血液溅在指尖, 我却不觉得害怕, 相反, 暴怒下连胃部的疼痛都趋于麻木, 我无比兴奋地看着任俊哲哀嚎逃窜的狼狈模样, 忍不住想着, 若是我将他打死在这, 是不是罗欣宇就能解脱, 多可笑。 哪怕被当小丑戏耍, 我依然执迷不误地认定, 他是被任俊哲欺骗妖邪, 才被迫合谋欺骗我, 却不想, 我痛欧任俊哲时, 他却是第一个扑上来, 试图脱开我, 撕心裂肺地哭着, 将任俊哲扶起来的人, 视线最终停格在 罗欣宇府在任俊哲身前哭泣的画面。 众人将我七手八脚地脱拽开后, 意识便彻底断线, 再次醒来时, 我躺在医院病床上, 隐验在病床边, 豪得仿佛我命不久矣, 同一晚, 任俊哲恼怒下醉酒开斗气车, 意外身亡, 罗欣宇将我的微信拉黑了, 他最后的留言是, 为什么死在今晚的不是你呢? 从记忆中抽回思绪, 任俊哲的讥讽游在耳边, 我暗自后悔, 果然还是该喊上隐验, 毕竟眼下的环境, 出门千条狗比哪把刀还吓人呢, 别误会, 跟罗欣宇无关, 我只是单纯看不惯你罢了, 我怂怂间顺手按下传唤令。 在任俊哲带着怒意的注视下, 麻烦服务员将满队狼藉打扫干净, 这话对是不对人, 任总别往心里去, 颇为随意的摆手, 我用开玩笑的口吻也遇到, 全然不顾任俊哲黑如锅底的脸色, 酒桌的氛围剑马弩张, 我伸个懒腰, 喊住服务员结账买单, 起身做事要离喜, 这顿饭我请, 你们继续慢慢喝, 我公司有事等着处理, 就不奉陪了。 任俊哲没有出声阻拦, 他用手指敲着桌面, 放任我起身拉开包间房门, 当我将手搭在门柄上时, 罗欣宇握住了我的手腕。 近距离看着他的脸庞, 眉宇间的憔悴, 连化妆品都难以遮掩, 他睫毛沾着泪珠, 楚楚可怜, 凯峰, 看在我们的情面上, 你就喝一杯吧, 至少这杯酒, 能让任俊哲今晚放过我, 不会骂我, 甚至是对我动手, 后半句他说得很轻, 我能感受到他的手指在发抖, 然而我只是笑着挣脱开他的手指, 随后用湿巾擦拭被接触的皮肤, 罗欣宇擒着泪珠的脸, 瞬间变得一片惨白, 我发现, 你每次只有求情时会叫我的名字, 我退后半步, 确保我们肩保持一定距离, 轻笑道, 罗欣宇相同的手段, 我不会上第二次档, 该替你喝的酒, 上辈子喝的够多了, 别忘了, 最后你可是靠着一杯酒, 就定下我强奸未遂的罪呢, 提及下药的事情, 罗欣宇的表情顿时变得更加慌乱, 骨节都被攥得发白, 显然是被我说忠心声, 我哑然失笑, 本是随口一提, 没想到酒中还真混入了药物, 好在我全程紧沾湿嘴唇, 压根没往喉咙里咽过, 谁叫我对喝酒有阴影呢, 看来以后果真该学着点狗儿子的无赖剑, 别掺和危机四伏的酒局才好, 凯峰, 我求求你, 最后一次, 你帮我最后一次, 俊哲就是恶作剧, 他不会针对你做什么的, 见我扭头要走, 罗欣宇彻底慌神, 他用力拽住我胳膊不放手, 不顾颜面的大声哭喊起来, 可我早就看逆他的眼泪了, 苦肉计看多了, 我也是会觉得烦的, 当我忍无可忍地抽出胳膊时, 罗欣宇明显愣住了, 他不可思议地瞪圆双眼, 喃喃道, 你打我, 苍天有眼, 我压根连碰都没碰他, 不过是挣脱用的力道大了些, 他却仿佛天塌般崩溃, 你明明无论如何都不会跟我动手的, 你变了, 你为什么变了, 是我不漂亮了, 你不爱我了吗? 贺哥哥, 你说过你会一直保护我的, 为什么? 贺哥哥久违地称呼, 初次见面时, 他也曾如此换过我, 终究是物是人非, 我劝过你, 在你还能回头的时候。 我平淡地看着嚎啕大哭的罗欣宇, 递给他一张纸巾, 是你亲口说的, 你不后悔, 罗欣宇将纸巾紧钻在掌心, 而我不再回头, 静止离开了酒店, 纸巾上留了我备用机的电话号码, 我牙字必报, 前世的那杯酒注定我不愿伸出援手, 我没法为他指明生路, 但我却能为他指明一条死路, 毕竟前世受了人家那么多照顾, 这辈子总得还分大礼, 才算是礼尚往来。 贺哥, 我明明告诉过你任俊哲不怀好意, 你非得去参加同学聚会干嘛, 饮宴在电话中抱怨。 显然对我明知有陷阱, 却仍往里跳的行为十分不解, 你别打岔, 你刚才说任俊哲最近被家里安排了联姻, 这是可信度高吗? 不会是不靠谱的花边新闻吧? 我坐在办公桌前, 电脑上全是任俊哲即将联姻的京圈千金资料, 这位密冠中溺爱出的大小姐, 嚣张跋扈, 跟任俊哲都是眼高手低的个性, 尤为善度, 不知这位傲慢的大小姐, 会如何看待任俊哲养在身边多年的宠物? 消息来源绝对靠谱, 话说你不是对八卦没兴趣, 怎么突然关心起人狗的婚姻了? 难不成是因为罗欣宇, 你闭嘴吧, 帮你安排的画展定好位置了, 看卖票的火热程度, 说不准能回本, 比我想象中好, 随口岔开话题, 饮宴果真一夸就飘, 当即洋洋得意地开始吹起牛, 也不动脑子想想, 我为画展前妻砸进去多少钱, 亏本这么久, 才能从他身上榨点油水, 果真是赔本买卖, 暗自骂了顿狗儿子的没用后, 我将任俊哲即将结婚的消息, 发到罗欣宇微信, 两天后, 罗欣宇拨通了我的电话, 凯峰, 我该怎么办啊? 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 甚至牺牲了我的一切。 我本来能当总管, 能不用看任何人眼色, 我现在每次梦到以前, 我都好后悔, 你知道任俊哲背地里谈过多少情人吗? 他根本就看不起我, 可是, 我本来是能上清华北大的, 我是所有人口中的天才。 我的起点比任何人都高, 我明明该有更好的未来。 他在电话内断断续续地哭诉着, 抱怨着他本该多么耀眼, 如今却只能沦为一个花花公子的情人之一, 而他为之付出一切的人, 快要步入婚姻殿堂, 无论是任家, 还是即将嫁入门的大小姐, 都不会允许任俊哲, 留着一只没名没分的宠物, 罗欣宇, 你还想救他吗? 我打断了罗欣宇的话语, 冷不丁问道, 听筒内陷入沉默, 我颇有耐心地等待许久, 听到他缓缓开口道, 不想了, 他只配活在泥泞, 也只想活在泥泞中。 那就让他重回前世的结局吧, 毕竟是他将你拉下来的, 不是吗? 话筒内再度沉默了, 而我则将任俊哲接下来的行程安排发给他后, 最后推了他一把, 想明白, 说不准任俊哲会看在多年情分上, 打发笔钱, 让你安度余生, 而柳家千金也能宽宏大量, 不做计较, 怎么可能呢? 罗欣宇笑出了声, 他声音苦涩, 自嘲的语调中裹挟着前世的狠毒, 我怎么可能甘愿放过他呢? 是他亲口承诺过, 他不会让我后悔的, 骗子, 话筒里的女人, 重新变回了前世的罗欣宇, 他曾未被摧毁的爱杀了我, 而如今这把双刃剑, 该对准他的枕边人了, 他足够聪明, 我知道他不会失手, 在任俊哲联姻的订婚宴当晚, 任俊哲包含他父母在内, 全部葬身在车祸中, 根据警方调查, 酿成事故的原因是刹车失灵, 而罪魁祸首是任俊哲相伴多年的情人, 他暗中在车上坐了手脚, 却最终没能摧毁全部证据, 罗欣宇因此被逮捕, 一审被判决死刑, 无人上诉, 前世的恩怨情仇与此一笔勾销, 摆脱过去梦魇, 我也将整理好心情, 准备迎接下一场战斗了, 关于任家留下的产业, 我可是没打算拱手让人呢, 来吧! 对 来吧!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